火箭发射相当激动人心 但你得要感谢这些不但展现了火箭点火的瞬间 也一路跟拍直到火箭进入太空的摄影画面了 因为想要拍下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刚刚看过的火箭直播画面 都是怎么拍出来的 其实我最好奇的有两点 一个是近一个是远 近的是火箭发动机点火的瞬间 位于喷口下方的画面是怎么拍出来的 要知道这些以每秒数千米的速度 喷出的炽热燃气温度可以高达3000度 再给点力都能接近太阳表面的温度了 摄影机对着它真的就不会花吗 另一个就是远 这些庞然大物起飞之后 是以惊人的每小时5000公里的速度远离地面 同时也在远离地面上对着它拍摄的摄像机 然而为什么我们依然还是能够拍下 那么清晰的飞行画面呢 难不成是跟着它一起飞的吗 好 一个个来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尽管这些唯美的画面看起来 似乎就是为了满足你我这等吃瓜群众的好奇心的 但实际上它最主要的作用 是为了向工程师和科学家们 展示出在火箭发射的各个关键阶段 都发生了些什么 比如引擎点火 脱离支架 姿态调整 助推器分离等等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呢 它们还会成为事故调查中 最最重要的关键证据 比如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灾难 所以现在你想明白了 为什么工程师要不惜一切的代价 在火箭下面 在火箭的四周 在火箭身上布满摄像机了吗 那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啊 娱乐观众只不过是顺带的而已 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 为了仔细观察火箭发动机 点火瞬间的状态 工程师将每秒能够拍摄 500张画面的高速摄影机 直接安装到了发射平台上面 但其实就像画面里面 本身已经拍到了的一样 在裂焰之下 摄像机是如何保全自身的呢 原来它是被安装在厚厚的水泥垫内部 既没有靠近发动机喷口 也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抬头望向那个红彤彤的屁股 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块 由十音玻璃制成的耐热反光镜而已 通过跟前望镜类似的原理 安全地拍出了这样的宝贵瞬间 让我们也能贴着鼻子感受到火箭的温度 类似的摄像机其实布满了发射架 从而能够让工程师们全面地掌握火箭 从启动到脱离这整个过程的每一丝细节 那么上天之后呢 我们该怎么追着火箭拍呢 如果你对摄影有一点了解的话 应该知道一种叫做长焦镜头的东西 就是焦距越长越能把远处的景物给拉到近处 然后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日常生活中不要乱用哦 不过用它来拍火箭嘛 就需要比日常的焦距更长才行了 为了拍出几十公里外满屏的火箭画面 摄影机的焦距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它看起来确实也挺像天文望远镜的哦 焦距往往要达到一万毫米以上 才足够把火箭拉到我们眼前 但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焦距越大视野范围也就越窄 而火箭又跑得飞快 想要把它锁在画面中央 摄像机就要同步跟着火箭来转 想想你也知道 这可不是一个能靠徒手举着摄像机 就能够完成的活 实际上为了达到目的排出效果 NASA很早就在开发 能够追踪火箭发射的光学系统了 甚至找过了他自己的历史 1946年天文学家克莱德·汤伯 就是在16年前发现了冥王系的那位 被军方邀请来改进一款 可以更方便的拍火箭的装置 于是汤伯的团队就把一台 二战中剩下的M45防空机枪塔 做了一些升级改造 用两台接着35毫米胶片摄像机的 天文望远镜 换掉了原来的50毫米机枪 然后在中间装上双筒镜 拍摄人员坐进去之后 一边用双筒镜来观察 火箭的飞行轨迹 一边手摇摇摇摇 控制平台来跟上火箭的节奏 于是本来是要把飞在天上的东西 打下来的攻击者 如今变成了能够让他们飞得更愉快的守护者 历史赋予一样东西的使命 还真是可以说遍就遍 既然模式定了后来的NASA 在地面上拍火箭的装置 基本上都是同款升级而已 从手动变成了自动 从黑白变成了彩色 再从胶片变成了数码 而拍摄的火箭 也从老套的NASA样式 变成了科幻的SpaceX样式 未来让我们期待更精彩的火箭发射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 感谢观看